5. 情绪管理 你要让每天的情绪是好的 既然明明知道自己很苦 可是你要在苦中作乐 心念转,静就转 不要常常自怨自艺 如果你每天都存着一颗好心情 相信这天一定会过得很快乐 心情的好与坏 掌握在你自己 蓝彩和大仙慈悲 往往错误的抉择 就是因为冲突 如果能够理性 痛苦就不会接种而来 所以修行 要学习平静的心 不要只有急躁盲从 心能够平静 你的态度就会优雅 心能够平静 你处理事情就能够圆通 吃素的人 任性比较具足 性也比较平和 不要吃素越久 脾气越大 烦恼越多 那就是退步 所以修行最主要的一件事 善护这颗心 外面一些起起伏伏 五味 五色 五阴 都会扰乱俗人的心 让你的六根 不能清静 如果你的心 很烦躁怎么办 深呼吸一口气 回光烦躁 就会平静多了 人最怕一发脾气 就大声吼叫 不只吓到别人 也伤到自己 更使自己失态 那不是天性 那是性情 那是习性 那是个性 难凭道计慈悲 圣人客气方能复礼 才能达到天下归人 如果修道人 能够懂得反省自己 就是人显现的开断 尤其年轻人 性情刚烈 容易冲动 如果做每一件事 说每一句话 能够常常学着反省 能够解释自己的不对 错误相对会少 人生才会很光明 火候涵养 才会更深厚 理铁拐大仙慈悲 情绪有好情绪 有坏情绪 好的情绪 就会遇到好的事情 坏的情绪 就会遇到不好的事情 情绪 就像一颗磁铁一样 会吸引 所以你要让每天的情绪 是好的 既然明明知道自己很苦 可是你要在苦中作乐 心念转 静就转 不要常常自怨自意 如果你每天都存着一颗好心情 相信这天一定会过得很快乐 心情的好与坏 掌握在你自己 灵妙天尊慈悲 修到要修持自己的脾气 毛病 个性 骄傲 我直 我慢 当你生气 气到不能压下气焰的时候 怎么办 干脆拿一桶水 往自己身上叫 人一生气 就会丧失理性 情欲上升 什么样不该讲的话 什么样不该做的事 就会出现 如果一个人理性 他一定中归中举 错误就会少 当你发火的时候 唱唱歌也行 这魔火一上 称恨的念头 也会随之而生 甚至有时候 会生气到 希望他死了 算了 这在修行上 这在修行上 是会种下杀鸡的种子 南极 南极先公慈悲 人 打从 一出生 你的父母 就一直担心 为你们牵挂 即使 你都已经 长大成人了 他还是一样牵挂 因为每一个人 在父母亲的心里 永远都是一个小孩子 你在佛堂 也听过孝道 既然听过了 就要改变自己 有时候年轻人 会很没耐心 要学习 有耐心 不要太过于冲动 如果冲动 做错了事 是很难挽回的 南极 受心慈悲 修道 要持之以恒 保持一颗 出发型 不变 不简单 而且 你要修道 这口气不来了 更不简单 很多人 修道 半途而废 多的是 修道 若没有 自我精进学习 你很难把持 自己的 那一颗心不变 所以 别人的鼓励 重不重要 希望 你把别人 对你的鼓励 真心接纳 不要认为 别人都在说 你的不好 不要认为 我都很精进了 你还说 我不精进 听了这些话 你不应该生气 你要去反省 你自己 而不是听了 别人讲你如何 你就生气 那你火候 不是很差劲吗 难平 道计 慈悲 吃灾 念佛 可以平缓 你的心 如果这个人 脾气 一直没有改变 他一定 没有反省的功夫 所以 看不到 他自己 生气时 是什么模样 眼睛 是往外看 思想 要往内行 智慧 才会明 济功 活佛 慈悲 大学 一定要读 如果 你的心情 很烦闷时 你可以朗读 这部经 让你的心 安静下来 现今人 容易冲动 心灵上 太多彷徨 所以 当你 静不下来的时候 可以 没诵经典 让你的心 达到 心平 气和 济功 活佛 慈悲 我们一个 半道 领导的人 要学习 委屈求全 有苦 能够化解 才表示 你的心性 够豁达 你不要让 后进的人 接近你的人 听到的 都是苦水 先是鼓励 后面都是 三酸的话 听你说了 前半段的话 要发心了 听到 后半段的话 菩提心 又灭了 那都是 不足 表示 我们对自己的 修养 与情绪 管理 太差 既功 活佛 慈悲 年纪 越来越大 学习舍办 是一件好事 要用心 每一个人 都要把握 自己的姻缘 好好去做 你应该做的事 但脾气 不可以太大 还有 不可以固执 学习 尘上 起下 二 知行 合一 修道人 讲出来的话 要知行 合一 要实时 讲好话 要讲 有信用 的话 不要常说 这是善意的谎言 你骗先佛 哪是善意的谎言 你骗上天 又骗自己 良心过得去吗 既然良心过不去 就要有几分的愧疚 一个人 每做一件事 要心毫无愧疚 那么 你就会感觉 快乐 磊落 宗坛 元帅慈悲 修道 是乐观的 半道 是积极的 修行的心灵 是健康的 在你为众生服务的过程当中 心情 是喜悦的 哪怕别人受益 你吃苦 内心 还是那一份喜舍 那 就是佛菩萨的心境 只愿众生得安乐 不为自己着想 你能这么想 你的心 就快活了 精神层面 就高超了 所以 在一起 在一起办到 不要计较的太多 也要多为别人付出一些 多为别人 讲一些好话 多举拔你周遭的贤良 而且 要欣赏 有贤德的人 哪怕他出头 你不能出头 都有一种水洗功德 那了不得啊 你有这种心境 你将来一定有成就 善财童子慈悲 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齐心来做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虽然 这三句话 很简单 但是 做起来 不容易 越简单的道理 越难去做 越简单的道理 就越平实 所以 希望你们 可以遵守好 蓝彩和大仙慈悲 知行合一 乃是做人 最基本的道德 知行合一 也是一种传统的美德 一个人 懂得知行合一 能够说实话 办实事 那么别人 很自然的 就会对他 信任与敬重 灵妙天尊慈悲 一个修行人 与一般世俗人 在一起的时候 要展现不凡的气质 你是一个有道德 风度翩翩的儒者 论眼光 论眼光 气度 胸怀 都超越一般俗人 如果 你们每个人都能如此 众生自然设受 如果你们以身世道 众生就会对我们 有信心 不用讲得太多 要做得多 宗坛元帅慈悲 修道人 讲出来的话 要知行合一 要实时讲好话 要讲有信用的话 不要常说 这是善意的谎言 你骗先佛 哪是善意的谎言 你骗上天 又骗自己 良心过得去吗 既然良心过不去 就要有几分的愧疚 一个人 每做一件事 要心毫无愧疚 那么 你就会感觉快乐 磊落 吉祥同子慈悲 人的毛病 不能改的原因 是什么 因为 你没有常常反省 你嘴巴说一说 可是 你的思想 心 根本没有 真正用心思 去彻悟过 所以 它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不可能改的 一个常常会 改正自己心思不振 或行为不好的人 他的面向 一定会由 不好 转为好 如意 同子 慈悲 每一个人修道 都有他 个性上的缺陷 你这一辈子 就是在 修这一门功课 让他达到 越来越完美 所以 成就这一份 完善的 大好 因缘 是要 每一个人的 心念 与行为 结成一个 善的力量 希望 每一个人 都可以 互补不足 善才 童子 慈悲 修道人 不是只有 注重外表的穿着 要注重 内在的涵养 处事当中 最重视的是 物实 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忠厚老实的人 是上天的最爱 所以 要学习 做个忠厚老实的人 才会 人见 人爱 所以 修道 常常接近佛堂 接受 真理的教育 让你的心 更明白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也教导你 如何做人 如何处事 教你做一个 知恩图报的人 把知道的一切 告诉你 周遭的朋友 让他们 也能跟你一样 是一个 有礼貌 又涵养 又感恩图报的人 让你的周遭 都是这样的人 南极先翁慈悲 在佛堂里 学习道义 除了社会 处事 更要有 道义之心 不可以做 违背良心的事 修道 要修心养性 要赔德 与人为善 处事 以何为贵 才能够达到 缘容 这些是必须要学习的 南平道计慈悲 修道人的言行与道 修道人的言行举止 正是实目所适 实指所指 尤其讲师谈主 皆要谨慎 只要谨慎自己 不要让自己失态 就会让众生 一笑大方 南平道计慈悲 道不是在佛经里找 道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出 感觉悟道 那就是你的 修行才能快乐 一日修来一日功 一日不修一日空 灵妙天尊慈悲 孝顺容易孝心难 端茶给父母 为父母添饭 为父母拿东西 在父母到处玩 只能称之为孝 顺 是了解父母亲的需求 所做的事情 让家人与老人家开心 不操心 才能称之为顺 孝顺 是心和身一起立行 才能够称之为孝子 不要行皮毛的孝 还要细心体会父母 在你有生之年 父母还在 要及时醒校 福报才会绵延 对待公婆也是一样 要多学习 多进步 让读百孝经 要体会里面的意思 要付读于行动 经不是拿来练好听 是用来教化世人 细心去体会 灵庙天尊慈悲 我们的言行举止 就是后进学习的目标 不要高谈阔论 讲很多学庙 维系的道 做到了 这才重要 难及受心慈悲 你是一个修道人 你听过孝道 又听过很多的道理 可是这个孝 在做当中 有些人还会有埋怨 没有办法达到心甘情愿 那你白修了 人说老人是宝 你有把他当作宝吗 你们常常嫌老人家啰嗦 老糊涂了 爱管闲事 你们不是说 真正的爱 就是要忍耐 你们的忍耐心 就不够 你们没有把他当作是你最亲爱的人 所以你没有办法付出你们的真爱 你的笑 醒出来是不圆满的 李铁拐大仙慈悲 在这人生的逆旅当中 你长得太帅了 有一天 如果心探找到你 你要修道也很难 每一个人都想成名 我如果是个隐心 明星 该有多好 还是一个成功的大事业家 还是一个很有参政才干的人 每一个人 都向往这一些 拥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可是名利 地位 学士 常识都有了 一个人 如果只有公民 而没有修德 他的名 是不能永久 在人世间 让人崇敬你 尊敬你的 来佛堂学的也好 在学校研究的也罢 都应该要 学以致用 蓝彩河大仙慈悲 人如果心里踏实 做任何事情 才会觉得踏实 如果你好高骛远 是很危险的 是不实在的 想要做大事情 就从小事情来做起 如果凡事 你都不从小事做起 也默不关心细节的事 而一心 只想成就大事 行吗 不行 所以 凡事 要一步一步 来做起 最重要的 就是细微当中 你能够注意得到 太子师兄慈悲 修道 有时候 该净则进 该动则动 率性 就是道 你要把年轻人的精神 表现出来 南极先翁慈悲 学道要有精神 人容易不知不觉中 放纵自己 修道如果不懂反省 慢慢也会变了样 还认为自己是对的 修道的道理 就如大树的根 金 叶 一棵树 要成长得好 要为根部浇水 金 与叶 就会长得好 如果 根部 浇水够 叶子 就会茂盛 只给叶子 浇水 洗灰尘 根部的水分 不够 金 与叶 也不会漂亮 南海古佛慈悲 道理教化于你 应该明白 人生的一切选择 都在于自己 修道也是一样 行不行功 了不了愿 也在于自己 来不来开法会 也在于自己 选择对了 人生会很光明 选择错了 人生会充满黑暗 希望能静下心 好好地想一想 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抉择 到底 要怎么做 怎么选择 就靠自己 诸佛菩萨的引导 接不接受 就在于自己的心 希望你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 好好想一想 不要只为生活而忙 要自己安排 不要找太多借口 这样不会进步 不要常讲 没有时间 人 要到一动 也不动的时候 才有时间 却已不能 行功了愿了 趁着现在 你还能动 好好利用 这个假肉体 为自己 争取一点时间 行功了愿 才是最实际 南海古佛慈悲 一个人的决心 很重要 要立常志 不要常立志 修道 要能自始至终 必须常听道理 接近有德之人 常回佛堂 让佛光普照 时刻怀着 一颗赤子之心 自信 才会更光明 修道 不要只修表面 要正共实善 圣佛菩萨的典范 都可作为标杆 效法学习 将来有一天 能有所成就 祭功活佛慈悲 真修实恋的人 可以成 有人不出三年 就成了 不真心修的人 偶尔来 又休息 休息又来 修一百年 都不成 所以 怎么修 就怎么成 修道 要贯彻始终 遇到人生的 风风雨雨 不顺利 繁原的纠缠 我们都愿意 去接受 把它放下 不要去逃避 怨恨 恼怒烦 要用圣贤的道理 来调整自己 让你更能 悟透人生的真谛 修道 价值无穷 要使自己的心 越修 越慈悲 越伴道 越快乐 跟众生 越接近 更了解 民间的疾苦 用我们的智慧 和方法 来帮助他们 让每个人 都可以 离苦得乐 方能使人间 少灾少难 同心同德 每一个 尽一点心力 就能汇聚 一股大力量 让聪明的人 愚笨的人 富贵的人 贫贱的人 都能在 白杨大道 谱传之时 了托六道轮回 那这辈子修道 就不白走了 查同师兄慈悲 诚实面对自己 道 在二六时中 不离方寸宝地 懂得反省 方能显现智慧 你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 是谁吗 你只知道 精神 却不明白 你的前世 更难了解到 你的未来 所以 人 不论过去 或未来 不用想太多 应该把握当下 才能对未来 未来展现更美好的 人生 查同师兄慈悲 遇到事情 不可以慌张 要冷静处理 不明白的 要往上寝视 才可以让你 半道越顺遂 修道 有时要自己放松 不要只有一直赶 赶得很紧很紧 那么身心不能调和 平衡 生活过起来 就不能很圆满 济宫活佛慈悲 吃斋念佛 只是外王的功夫 改毛病 去脾气 才叫陪德 有人很会讲道 度人 半道 福报很大 内德 内德 却很缺失 那在圣贤榜中 都会落榜 亲口人员修行 要记住一句话 真心实意 南极先翁慈悲 道场 要留住人才 其实很简单 众生心灵 很渴望一个 真正可以修办的地方 没有名利 是非的争夺 彼此都能包容 精进 当他在世俗环境 拥拥 motto 。 使他那颗受伤的心 能够安抚疗伤 半道的人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要代替上天 照顾众生 待别人 要宽恕 对自己 要严格 那你的道业 才会进步 崇拜你 听从你的人 自然而然就会多 尤其亲口的人 要实时要求自己 使自己 有一点改变 那修行 才有意义 逍遥童子慈悲 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是让人家学习的 不可以马虎 要把家的气氛 弄得很和谐 让每个人都爱家 家如果散 国就会亡 因为家是国之本 如果家庭破碎 就会带给国家 很多困扰 所以家能和 国家就会兴盛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意思 很甚 希望每个人 都要学习 既功活佛慈悲 当你要做一件事时 不只有认知 还要有一份肯定 有一份坚持 大勇的心 做起事来 才有成功可言 智者不惑 才能超群 读书 不只为求知识 是为了服务更多人 如果不能活泼运用 那叫书呆子 如果所读的书 能活用于生活中 利益群众 那就是逝者 儒者习上针 有智慧的人 对于有意义的事 要穷追不舍 太子师兄慈悲 修道人 要从细微之处 去观察 把圣贤的真理 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希望大家 能够多学习 真正的学问 不是你书读得很多 不是你知识很广 真正的学问 是你懂得做人做事 一个农夫不是字 可是他懂得做人的道理 这就是学问 现今有知识的人很多 但是做人道理却差了一点 真正的学问 是希望你要懂得做人 懂得做事 修道也要懂得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 不是拍马屁 是人与人之间的 学习与礼貌 这都是你们要去学习的 南极先翁慈悲 当讲师 要有讲师的模样 如果每个人 都精神散漫 就不能显出道气 与道革 修行的功课 对每一个人 都是公平的 改毛病 去脾气 守三清四正 扫七情六欲 去我执我慢 只要修道 每个人都一样 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如果不能改毛病 去脾气 无法大德敦化 当讲师 也无法小德而川流 修道这么多年 有一点虚度光阴 要在真修实善的道图上 行出一个道来 才能称之为行者 修道 要有威仪 讲话 处事 待人接物 要像个修道人 灵影禅师慈悲 等上九品连台 是没有谁能帮谁的 自己的道 要自己修 自己的毛病 要自己改 不能改毛病 去脾气 自信就不能圆满 没有真修实学 道就不能成 谁都帮不了谁 寒香子大先慈悲 道德心 不是只有在心里 而是你看到的事 能行随手之劳 不是只有口头说说而已 在这一代 道德很缺乏 要下一番功夫 来教育他们 这刚常伦理 有时口头上说说 但是行为 却有所偏差 刚常伦理 跟道德 是一个国家的 风俗 礼节 可是你们 偏偏不遵守 而违反 那是对自己不好 对他人没影响 道理一而再 再而三地听 有没有落实 在你们的生活中 如果你只是听 没有落实 那没有用的 凡事都一样 把你所学习 所听到的 都要一一学以致用 你来佛堂 学习什么 又听了些什么 如果 没行出来 他人 怎会知道 你改进了呢 太子 师兄 慈悲 你来这里 听道理 就是在 学习 回去了 就要落实在 生活当中 对于 你生活 周遭的人 你都要做到 你在佛堂 所学习到的 不然 你来佛堂 听道理之后 回去 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改变 那么 父母会很失望的 父母亲 总是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可是 做子女的 有时候 都会让 父母亲 失望 那日后 就要改变自己 在家里 帮忙 做家事 来佛堂 也能够帮忙 做佛事 在家里 做家事 父母亲 很高兴 说你是个好孩子 很乖的孩子 懂事的孩子 让你来佛堂 不管看到什么 你都能够去帮忙 做一点佛事 那前嫌 也会说你 很懂事 让人家说 你很懂事 是不简单的哦 幸福童子 家到和谐 就可以交到 很好的朋友 父母亲的行为 可以直接影响 你的儿女 这篇 先修其身 对他们来说 是很有意思的 父母 要先正其身 才能教你的儿女 如果台湾 每一个家庭 都破碎 那台湾 就没有希望了 台湾有家庭的人 不论有修道 或是没有修道的 都可以把家道 照顾得很好 那台湾 就会国父名强了 如果每一个家庭 都破碎了 就会产生很多孤儿 很多小孩 没有人教养 社会问题 是不是很大 难及受心慈悲 人眼睛看的 总会有私心偏见 跟你好的人 你总是轻易的 能原谅他 对于你讨厌的人 你对他那份愿 就难以放下 你说修道这样的心境 要把它活用在生活当中 而不是执着在文字帐里 要读活书 不是读死书 书不只要读 要看 还要用心 心领神会 所以这一层功夫 很多人还未学会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南极寿心慈悲 你来佛堂修道 伴道 所学的道理 你都能够明白 但是你缺少行动 你来佛堂 可以对早上恭敬 可是你回到家里 对于你的父母亲 公婆 就很难做到恭敬 修道 是要把道 带入你的家庭 不是只有来佛堂 才是修道 回到家就不算修道 那不行的 修道人是可以影响 其他人的 如果你做不好 而被批评 批评的不只是你个人 还会说 这道把你们教得不好 所以有时候 你自己的行为 言语 都要很战战兢兢 怕自己出错误 这样 你修道 才能够进步 祭功活佛慈悲 我们不只道理 要会讲 还要学着做 我们讲得越好 要行得越棒 才能受到众生 对你的肯定 如果我们不能知行合一 我们只会说到 久了 人家对你的话 要不要打折扣 我们一定要实时反省自己 人大有肉体 难免有出差错的时候 要懂得反省自己 修改自己 把你的心 思想 观点 稍稍做个幻化 祭功活佛慈悲 道 要传扬世界 受人肯定 所以我们修行 半道人 要有一份 节操才可以 如果你没有 真修实善 没有修真行政 没有真正反省自己 用一点功夫 你在这大事 因缘事物当中 一件事 就可能把你淘汰了 修行看似平凡 其实 却是不平凡 不可以 马虎看待 你能待业修行 是你累劫 修来的福气 要好好把握 不要马马虎虎 该是你上的课 该是你尽心竭力 去做的事 为时希望你 都能够忙里偷闲 待业了罪 蓝彩河大仙慈悲 世界上 没有人 能够真正拥有 任何东西 也不能够去占有 所以修到修什么呢 就是要你 学习放下而已 人为了要生活 所以才要工作 没工作 就没钱了 但是 有钱 也容易作怪 如果你运用的好 会是功德无量 运用的不好 就会造祸 就会造祸无边 相信 这些浅白的道理 你都能够懂 只是当下 你要做抉择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挣扎 人生 人生处处都有抉择 好与坏 让你抉择 对与错 也让你在抉择 那么 在这当下 你就要用智慧 而不是用聪明 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知道 他要抉择的是什么 而聪明的人 都希望图个侥幸 想一想 人空空来 将来也会空空的走 茶同师兄慈悲 在佛堂 就要学习小同 要让世界大同 现在就要学习小同 将来才能大同 知道就要去做 不能嘴巴说知道 却没有行动 那也是没有用的 希望每个人 能造福地方的人 地方就会有福气 希望每个人 好好发挥 岁月是不可以蹉跎 存一个感恩的心 为上天做事情 得了大道 却什么都没做过 那人生就没有意义 人生可贵 要好好发挥 李铁拐大仙慈悲 修道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阶段 有每一层的提升 有每一层给你的提示 所以修道不可以 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是过不了关的 修道要真修实练 要明白自己的方向 不要跟着人家后面走 自己的脚步要踏稳 前线教导你们的道理 都是一样的 要靠个人根器去领悟 怎么样发挥 怎么样去做 南极先翁慈悲 人如果会败 离不开一个意志 人容易放纵自己 要求别人 所以我们常常 会对别人的错误 斤斤计较 可是对我们的错误 遮遮掩掩 不喜欢让别人知道 如果你放纵自己 安逸自己 都没有一点反省的功夫 只一昧的贪图享受 那你终究是要失败的 满海古佛慈悲 希望你明里又能够懂事 一个明里的人 不一定懂事 但是一个懂事的人 一定明里 希望你是一个明里 有懂事的人 这样你做起事来 才能达到圆满 做过的事情 不要执着 把它放下 不要执着于 自己的功德相 也不要执着于 我付出了多少 上天一定要 毁佩我多少 既功活佛慈悲 我们不修道 可以跟世俗人同流合污 今天既然修行 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原则 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才能把这个道 呈现最完美 让众生能够相信 肯定大道的自尊自贵 和气童子慈悲 心重不重要 要好好把自己这一颗心修好 修到你的人生很圆满 看每一件事情都很顺眼 没有不顺眼的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这样 这世界就太平了 希望每一个人 朝这个方向来改变自己 道理要常常听 常常反省 把这些道理实践出来 你做出来 行出来 是你自己的收获 别人做不做 是他的事 个人修 个人德 你吃饭是自己饱 别人是不会饱的 每一个人眼光 都要能够看远 祭功活佛慈悲 半道是一份尽心 我们修行 是要修心 时时调整我们的念头 端正我们的思想 如果你的观点 思想端正了 你的作为 必定是个君子 而且风度翩翩 你讲的话 做的事 都能知行合一 有很多人 可以向你学习 我们不只要口才好 还要有内德 更要有那份诚意 来设受你旁边的每一个人 哪怕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 他都能够燃起信念 那就是你人生功德一件 太子师兄慈悲 无私的人自有德性 修道就是要老实 以往那种虚伪 投机取巧的心 要慢慢修行 接受真理的灌溉 让自己邪恶的心 变为善良 那你拨时间来听道理 才有意义啊 如果这个人越听道理 脾气越大 越修久越固执 办越多越骄傲 那你道理有没有听进去啊 我们听很多好话 有意我们身心的经欲良言 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想一想 学佛一定要充实自己 李铁拐大仙慈悲 不要把修道想得很困难 其实修道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常常说好话 劝善别人 能够做好事 帮助别人 这就是修道啊 而这些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都能够做得到 只怕你不行动去做 所以说 圣贤菩萨 都是凡人来修成的 只要你有下定决心 想要修 想要办 想要学习 将来有一天 你们都会有所成就的 只怕你这颗菩提心 没有办法守住 那么你很容易 又流连忘返 在这红尘当中 李铁拐大仙慈悲 修道要靠自己努力 道理教导你们 实践还是要靠自己 如果你只是听听道理 没有落实去实践 这道理听久了 有些人认为 这些我都懂了 可是没有去实践 他永远会在原地 不会成长 久了就会自我淘汰 你想要做一个上天的好人才 是要经过筛选考验的 那你们会怕吗 说到考 说到障碍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害怕 最重要的 是你当下存着怎样的念头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磨练 那么你很容易就能够过关 如果你常常在那边抱怨 那么这个关卡是永远过不了的 太子师兄慈悲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去实践 你所听的道理 虽然这时代很进步 有些人喜欢跟着潮流走 可是不管潮流流行什么 好的就去学 不好的就不要跟 这样才不会迷失掉自己 所以借着听道理 让你明白到底该怎么做 也让你们明白了你的理想 你的目标 你的方向 到底该往哪里走 所以道传到这方 每个人得闻了 都能去红道 把这份好消息 告诉你周遭的人 既功活佛慈悲 末后啦 乱象从出 良幼不齐 参差一起修办 你没有几分根气 是要被淘汰的 无论你是哪一等人 是前辈也好 是晚辈也罢 无论你在道场 担当哪一种职责 离心被盗 违背天心 老天虽有好生之德 但也不能违背天心 所以白羊末后修行 全凭根气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一切心思 不要用在无谓的事物上 静下自己的心 定下自己的慧眼 你所行所说 合乎常理就是道 所以将来修行 都要认理归正 不要着行 也不用着相 南极先翁慈悲 一个半道的人 如果能够常常砥砺自己 老天必保佑你 也会增加你的智慧 让你广泛设受人才 如果你能够 把道场的道理 用在你的家庭 以及你的工作岗位 它是理理相通的 所以听取圣贤的道理 学以致用 一理若通 万理必透彻 这才是你来仿道 学到 听到 增长智慧的要点 查同师兄慈悲 人有这么好的头脑 要时常思考一下 你人生的抉择 是要怎么走 才能回归正途 怎样行出光明的人生 这都要去思考的 光有头脑 不去思考 会生锈的 就像身体 你都不动 也会生锈 有一句话说 人要活 就要动 身体才不会生锈 因为身体 像一部机器一样 要常常去用 才不会生锈 还要去维修 没有油了 还要加油 人也是一样 像一部机器 要吃饭 才不会饿死 心灵 要接受道理的灌溉 才不会空虚 世上有很多事情 都是必须去做的 有很多好事情 你还没有去做 要加紧脚步 赶快把那些好事情 接来做 建功立得的机会 是要去抢的 太子师兄慈悲 你这辈子 既然败在 活佛老大人的门下 让你半圣半凡的修 你不只要庆幸 还要感恩 千万亿人当中 你是其中一个 你要把握老天 给你的一机一运 老天需要的 不是结果 是过程 祭功活佛慈悲 一个人知道 不一定代表他有道 知而不行 道非我有 你要明白 知道又行出 道才是你的 德才是你修的 好比孔曰人 梦取义 什么又是人 什么又是义 人的高潮 义的尊贵 你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 意义去体贱 你才能感受到 生命的价值 与可贵 祭功活佛慈悲 办到多年 又学到什么 以往不足 从现在 就要慢慢的调整改进 在道场 所学习的道理 要拿到家里来用 要学以致用 在家里 是否行孝涕之道 这很重要 教化菩萨慈悲 我们虽占了天时地利 但要把握人和 学习修行的功课 众人和 道不是有才能 有才华的人办起 那只是你 学习 办到过程的 助力而已 要有理想 有愿力 有报复 还要有修德 才能把道 传扬 祭功活佛慈悲 把你的心 留一点空位 给老师 你有十分 老师要求的不多 三分空间就好 让我们师徒的心 与道理 一点一滴 气入到满分 你身为一个人 追求繁俗 为了生活而忙碌 难免菩提心 忽近忽措 但为师希望 你在了成员的过程当中 不要把为师的道 忘得一干二净 你是历尽累劫 好不容易 才遇上这一期 机缘多么殊胜 又多么难能可贵 怎么可以 轻易说放手呢 一 手里尽粪 修行人 要守五戒 杀 盗 盈 忘 酒 因为酒会乱性 酒一喝多了 自然 话也多 修行人 要滴酒不沾 那么你会问 葡萄酒 可不可以喝呢 看自己的戒律 如果戒律炎的人 是滴酒不沾 戒律不到家的 就说 喝一点点 所以 修行的功夫 个人的体悟 守戒 越严格 将来的成就 就会更好 既功活佛慈悲 台湾的生活水准提升了 可是道德 却颓废了 一个人 如果环境好 物质好 交通又便利 你用感官 来享受一切的环境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将来好不到哪里去 你身为修道 半道的人 圣贤先佛的道理 不能不守读 此篇训 乃先修其身 身不能修 家就不能齐 国就不能治 大学里面有定 静 安 律 德 的功夫 能自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如果你能够更用心去体会 圣人所说的道理 那么 维师相信你 一定可以把道 传得渊远 也能传得长久 中坛元帅慈悲 修道人扮演很多角色 要扮演得好 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要把你的人生角色 扮演得精彩 那更是不容易 如果你心静 火候 智慧 都不足 那你就很难应付很多事物 所以外在环境越杂乱 内心要越冷静啊 善才童子慈悲 修道人 就要有修道人的模样 你出去这个佛门 就是代表道 你人品好 做一个模范 出去度化众生 人家才会跟着你 进入这圣殿 做一个修持 品性好的修道人 首先 一定要守时守信 如果一个修道人 不守时又不守信 人家就不信任你了 你讲出来的话 人家就会打折扣 吉祥童子慈悲 学要学得精专 学得精专 再把你知道的说给别人听 这样才不会误导别人 道理从耳朵听入 用心去体会 再用你的嘴巴把它说出来 分享给别人 把你所知道 领悟好的道理 再去启发别人 让别人跟你一样 再把这份的喜悦 一个一个传下去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如此 那就不会有坏人 南极先翁慈悲 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要尽力而为 不可以疏忽小细节 如果有一天你当老板了 选择员工 你会选择一个勤劳 负责任的人 还是会选择一个懒惰 又不负责任的人呢 相信 每个人都喜欢一个有责任 又勤劳的人 相对的 在道场中也一样 当前嫌托付重任给你的时候 也是要观察这个人 有没有责任心 勤不勤劳 敬不敬心 如果你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人 前嫌还敢把责任交付于你吗 在这修道的旅途上 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 都要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的本分 济公活佛慈悲 三草普渡 儒教应运 学习儒家思想 是最适合现在修行人 修道半道 要尊刚常 要熟理 济公活佛慈悲 相聚有时 离别有时 生死有时 富贵有时 所以一切都在因缘当中 每一个人 都要顺着自己的因缘 来走你人生该走的路 但在不同的因缘当中 要汇聚一起 希望你们是志同道合的一群 来共襄胜举 三草普渡的大事 每一个人都要尽心尽力地来完成 太子师兄慈悲 对于国家要尽忠 要当个好国民 出入社会与人交往 要讲信用 生意人要讲信 谈生意签合约要守时 表现一份沉浸的态度 才能在社会上取得地位 与大众的幸福 所以信是很重要的 修道人也要守信 听班要守时 当讲师或谈主 开车接送道经 或是浅显要准时 这也就代表 你这个人的做事行为态度 是如何 太子师兄慈悲 现在社会开放 讲究自由恋爱 修道可不行 要照规矩 要守礼 前道不可以借着这个法会 来找女朋友 坤道也是 老师没有要求你们不婚不嫁 但是要守规矩 要有礼 南平道计慈悲 圣人特己方能复礼 才能达到天下归人 如果修道人能够懂得反省自己 就是人显现的开端 尤其年轻人性情刚烈 容易冲动 如果做每一件事 说每一句话 能够常常学着反省 能够解释自己的不对 错误相对减少 人生才会很光明 火候涵养才会更深厚 济公活佛慈悲 我们今天办这一档事 要用一份很欢喜的心 人事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不足 你今天 为佛家做的每一件事 只要你尽心 哪怕你没有做好 那也成就圆满的功德 如果你今天做这一件事情 是因为较量 那它的意义就失去了 老师并没有要求你们 要做到百分百 有尽心就好 那也是因为有不足 我们才能够力争上游 达到更圆满的和和 所以 无论你站在哪一个角落 只要能够用欢喜心 来护持这一场 就是功德圆满 如果你的功德不能圆满 还能达到良好的结局吗 南平道祭慈悲 半道的人顺天应人 水道渠成 便能得到上天给你最好的 不要求太多 也不要想太多 君子居易以四命 李铁拐大仙慈悲 如果一百个人 每一天都出去讲课 度话众生 一个班城里面 有十个人 你讲均说法 只有一个人明白 一百场当中 有一百个人清醒 道就有希望了 一个人影响一个人 一而十 十而百 百而千 已达到万 每个人各尽一份心力 这个国度 就会有福气 每一个人都发一份善念 就有希望了 茶筒师兄慈悲 人生修道过程中 这一条路走起来 总是起起伏伏 有时不顺心 但这就是人生 要去面对解决的问题 这叫人生的功课 求了道 能够体悟真理而修道 而且知道道很好 发扬既是旧人 发挥天心 把职责做好 安分守己 奉公守法 肃其本位 君子四命知足 既公活佛慈悲 年轻人心性未定 容易受外在的物质 或是环境诱惑 所以有时候也比较冲动 而做出为理的事 修道 学道 要知理明理 明白什么可行 什么不可行 要适可而止 灵妙天尊慈悲 来到这佛堂 要谨遵佛前一切 学习以往所不明白 不懂的 点点滴滴地改变自己 才会有新人生 一个真心修道的人 哪怕这一辈子 命运多么的乖喘 只要真心悔过 都有转机 也会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蓝彩河大仙慈悲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都不能小看自己 修道 存着一颗平常之心 尽自己的本分 责任 不求不贪 自然就会不执着 如果越求越贪 会越执着 越放不下 终究会迷失自己 所以修道 只存一颗菩萨心 在佛堂 各有才能 各做自己的事 而在这当中 要和群 这样 道场才会 显出一份和气 南极先奥慈悲 为人 为人君者 人 为人 成者 敬 为人 父者 慈 为人 子者 孝 与大众相处 讲信 修道 修道 一定要 一定要往这些步骤 慢慢学习 当领导者 为上者 无论 点传师 或一方 负责讲师 谈主 要有仁慈心 带领大众 后进 才会尊敬你 如果 没有仁慈心 众生 会遗弃你 而离开 所以 为君者 一定要人 为成者 一定要有一份 恭敬心 军人 沉重 道物 开展 才会顺畅 这些 只是为人君 为人成 必备的 基本条件 既恭活佛慈悲 富与贵 是人所欲 不以其道 不取也 君子爱财 要取乎于中 合乎人意道等 商人 从商取利 也要合乎道 不要超过 才是你真正 获得的 茶筒 师兄 慈悲 半道人 不论是上一代 还是下一代 都应该 好好推广 环保 要更爱惜 这个娑婆世界 推广人世间 各种的事物 要善用妙智慧 才能 使你所做的事情 更完善 查同师兄慈悲 修行人 要守五戒 杀 盗 盈 忘 酒 因为酒会乱性 酒一喝多了 自然化也多 修行人 要滴酒 不沾 那么 你会问 葡萄酒 可不可以喝 看自己的戒律 如果戒律炎的人 是滴酒不沾 戒律不到家的 就说 喝一点点 所以 修行的功夫 个人的体悟 守戒 越严格 将来的成就 就会更好 曹国舅大仙慈悲 佛堂有很多事情 可以让你学习 道场的事物很多 每个人都必须要分工合作 不要去埋怨 心情会更愉快一些 做多做少都没关系 只要尽一份你的心力 就可以了 所以 每个人的使命 不一样 尽自己的能力 发挥 生命中的能量 好好的 创造你的人生 每个人都知道 道很好 知道道很好 要深入了解 而不是看表面 你要用心去感觉 去体悟 你就有不同的人生观 太子师兄慈悲 做任何事情 不是要来比较 而是要发自你内心的真诚 真诚 可以感动天 可以感动人 这点 是你们要学习的 因为 人总是会有私心 会有比较 人做得多 就说这个人在拍马屁 做得少 就说这个人很懒惰 所以 人很难做 做多也被人家说 做少也被人家说 那要怎么做 把耳朵塞住 不要听 尽心尽力 做你的本分 太子师兄慈悲 修到要懂得克己 要做到非礼物 视 听 言 动 这不容易做到 因为 你的眼睛 都喜欢看好的 耳朵 喜欢听好的 嘴巴 又喜欢 讲甜甜的话 而心 又好动 那 很难去羞耻 所以 克己 要下一番功夫 若你 能够做得到 就能够达到理 人的心 好动 六门 一打开 人 就会有贪欲 眼睛 喜欢 贪色 耳朵 喜欢听 好听的 鼻子 喜欢闻香的 舌头 喜欢好的味道 而心 触悟生情 欲 容易贪求 这 就是你们要下功夫 去修持的 既恭 活佛慈悲 每一个人 都要尊重 承担的人 他才能 有所发挥 无论你是主角 或配角 尽情 把自己表现 发挥得好 就是功德一贱 如果 配角的角色 超过主角 那么戏 演起来 就不协调 可是人 往往喜欢 当主角 不喜欢 当配角 也很少 有人懂得 老二哲学 其实 你扮演配角 能够 补助 所有事物的完善 那么 你的善功 不比主角少 所以 做每件事情 在乎一个心意 是否尽情演出 如果 能尽心接力 那么 老天给你的 也就不差 既功 活佛 慈悲 当你还 醒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一切似乎 都很需要 可是 当你 一口气 不来的时候 才恍如 是一场梦 什么事情 都不能够 长久地 拥有 我们 只是 暂时的借用 父子情缘 与前贤后选 都是一样 只是一种 因缘 合合的聚会 人 要 肃起本位 把你该做的事情 做好 把你该了的缘 了尽 那么 我们这辈子 就无悔 无憾了 寒香子 大仙慈悲 修行人 要有礼仪 生活 要有规律 要有一份 礼让的心 才更能 看出你的道行 愿你们日后 都能够 有所成长 希望 你永远 保有一颗 道心 共同为 三朝 普度 而努力 愿你们 现在的学习 能够把 所学到的 带到四处 弘法 立生 把现在 所学到的 出去 弘法 度更多 有缘人 无论 是开创本国 或是到海外 白羊的天使 都能够 发无上的悲怨 与诸天仙佛 心连心 肩并肩 共把三朝的法传 摇向更远 愿你们每个人 都能 一马当仙 克哨 基求 成仙起后的心愿 让这一贯 让这一贯新传的大道 使三界十方的有缘佛子 都能附上这殊胜的机缘 难凭道计慈悲 修道 半道 有业障 有魔考 半道的人 不尊天意 不尊天命 不修德 不尊道德 老天 就没有办法 为你挡去 一切的障碍 这是修行半道的人 要觉悟的事 不是人行 就可做 太子师兄慈悲 白杨应运 是儒家思想 这个世界会乱 国家会乱 是因为 人风败坏 缺少了 刚常伦理 道德 所以 我们要推广 儒家思想 就是要 从政这个伦常 你身为 白杨修道的人 要以身试道 责任来做起 才能够 教导别人 林隐禅师慈悲 每天一小训 日子长了 就成大学问 能够把圣人的画 装进肚子里 出入社会 进入家庭 待人处事 就不会偏差 到哪里去 圣人的道理深奥 教你如何平心 里面 里面涵 涵 定 静 安 绿 德 如果能达到这种心境 才能处遍不尽 遇到再大的困难 心都不乱 才有妙志 处理道物 事情 理铁拐大仙慈悲 年轻人 学到 一点精神都没有 有问 不答 就不合 儒家的道 儒家 讲究理 你有没有理啊 讲话 很有道理 可是 行出来的 不一定 合乎理 要不要改啊 要不要成为 很有素质的 修行人啊 有气质 还不够 还要有素质 有素质 才会有涵养 才会有深度 思想 才会深入 你们平常 跟人家辩论 可以讲的 滔滔有理 可是 如果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行举止 没有一点礼仪 不像学到的人 那 是不是 不合格啊 利铁拐 大仙慈悲 人 都会 盲目地追求 可是 孔夫子 就不是 这么想的 不义 而富且贵 与我 如浮云 读书人 有没有 这本胸井 台湾 整个教育 讲科技 讲文明 追逐物质 道德 沦丧 刚常 颓败 这 不叫一个 进步的国家 要是国家 要是国家强盛 一定要有人意 诚信 孝剃 忠信 利益 廉耻 如果老百姓心中都没有这一些 那么很可能在面临国难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 而不能尽忠报国 礼益廉耻 果之本 老百姓心中没有这一些 国家就亡了 好比 深意人 你不讲诚信 早晚要垮台的 围观者 没有人意 就不能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人 活着 不要只为了一点点感官的享受 年轻人 要有理想 要有报复 要有良好的思想 才可以把自己的人生 开展得很灿烂 只依憎人慈悲 不要嫌修行规矩多 如果没有一点规矩 人是很容易放纵自我的 有谁会自己管自己的 很少 能够反省的闲人 也不一定能把自己管理的很好 当我们没有办法 管住自己的心的时候 必须借着环境 善知识 来提醒我们 使我们的身心 都有很大的进步 潜到爱帅气 坤道 爱漂亮 这是人性最自然的东西 但你不要超乎自然 太子师兄慈悲 我们引导众生 就好像新闻报导一样 为什么叫报导 报之以真 导之以正 那他命运才会改变 寄功活佛慈悲 生意人 不只有头脑好 做生意的处事原则 要讲诚信 你有信誉 大众自然就相信你 农夫要老实 不捡金 不偷粮 货真价实的 把农作物种好 工人要讲忠心 如果你为人做工 不尽心竭力 你所得到的回馈 可能就有折扣 所以 人有人应该遵守的规则 虽然时事变迁 道德沦丧 但人天性中 拥有的人意道德 那是不可抹灭的 哪怕你曾经遗失 现在就得找回 所以修行办道 一直在修 一直在办 是要找回自己的良知良能 太子师兄慈悲 其家修道有个要点 在家为父子兄弟姐妹 来道场就是前贤后学 如果有一天 你当上 你当上 点传师 讲师 谈主 对每个人 要以视同仁 攻心一片 不能对自己的家人 又私谈 如果是 讲师 谈主的孩子 要把礼节 守得更好 让你的父母 好做人 这才是修行 佛法之下 人人平等 你有亲属 在道中担当 重要的责任 你是家中一份子 就要将佛堂 归戒 礼仪 守得更好 让为上的人 好处理事情 太子师兄慈悲 人有时 会因为人情 而网开一面 有人做错事 都会原谅他 但老天管人 刚正不阿 先令如山令 是不能随便乱改 修道 虽有人情事故 要应对 但佛规戒律 一定要守 道场佛规若乱 道场就完了 佛规是根基 要把戒律守好 三天愿长慈悲 每一个人 都要自我检讨 群策群力 合合共办 在未来的时局 望你们好自斟酌 莫要分笔而论此 每一方的道物人才 是要互相接济而用 才能成就大格局 知否 蓝彩和大仙慈悲 推广素食的人 虽然功德大 但在用料的过程当中 要替众生把关 才是功德不量 这一点 得特别用心才好 我们要做 有良心的道德事业 那将来才会更飞黄 腾达 蓝彩和大仙慈悲 要把这么多人的心 融为一心 才叫做困难 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把百万人的心 化为一心 要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愿景 同心同德 才能达到 己思广义 才能达到 群策群力 如果 我们没有 群策群力的心 又不能同心同德 分笔论词 很可能一个人 有百万个心 所以 你要有共同的理念 才能共办大事 每一个人 先柔软自己的心 软化自己的态度 使一切 能够在柔软 安和过程当中 达到和气融融 寄功活佛慈悲 为师祝福你们 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幸福 安康的人生 也希望你们 尽其所能 去帮助你周遭 可以帮助的人 你在这辈子当中 能遇天命名师 降世 共办三朝的好时机 希望你 学着 众圣清凡 让我们 来当个 和群的鸽子 飞向 更遥远的天际 希望你们 团结一心 好好合作 南极 受心慈悲 孩子难教 难道就不教了吗 难教 更要教 将来 才不会成为 社会的负担 爱的教育当中 不是宠溺它 爱的教育当中 是你要灌输它道德 灌输它将来 如何做人的道理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该做 什么不该做 而不是一味的顺从它 如果小孩子做错事 你不惩罚 反而又鼓励 这样对吗 惩罚不是叫你用打的 虽然是小孩子 你说他听道理 听不懂吗 也不见得 所以是需要沟通的 南极先公慈悲 要实时存善心 发善念 行善事 说好话 要每一日修 每一日的心情 每一日的理念 每一日的念头 要越改越好 你修行半道 才会展现出滑光 到位 一个人的心中有道 有德 有善气 喜神就跟随你 有道格 有品格 走到哪里 大家都会喜欢你 寄功活佛慈悲 要看重自己 不可以自卑 别人能做的 我们也行 一棵小小的种子 都可以成一棵大树 所以要自立自强 要有自信 不要自卑 尽心竭力去做 所积的善音 都是你家的 所以要勇敢 要坚强 茶同师兄慈悲 老实的人 是不说谎的 忠厚的人 是狠守规矩的 你们就是太聪明了 有时候要让自己傻一点 老实修道 老实吃饭 老实睡觉 老实做事 这样子的人 将来一定会成功 你们既然这么聪明 就要好好善用聪明 不要学人家 投机取巧 太子师兄慈悲 明天时 得地利 但要善人和 人和是什么 人和就是人谋 老天给你最好的时机 老师给你最好的住院 加上最好的地利 佛堂 人才 各方面都有 一切可以顺利进行 如果你策划 规划的不完整 老师即使扇一两千个人到这边来 其实他还不会发挥最好的功效 三朝大事 人间办 千时 地利 人和 所以 人 要肃起本位 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规划得完整 蓝彩和大仙慈悲 希望你们 每一个人修道 不要像竹篮打水一样 一场空 一边行工 又一边造过 所以说 每一个人 都要用心 三朝普度 是一件大事 是需要大家 其心合力 才能把它办得圆满 所以 希望你看重自己 即使 你是一个小螺丝钉 也是有用之处 你不要常常想 我就是有利用价值 前嫌才会重用我 如果 我没有利用价值 前嫌就不会看重我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要知道 你还能够让人家利用 是一件好事 因为 你还是上天 很重要的一个人 你不要随便去猜测 前嫌对你的心意是什么 想太多 只会困扰你自己 有时候事情多 想到的 就不会那么周全 所以 没理由去埋怨 季公 活佛 慈悲 现在 一些年轻人的心 都不一样 父母亲 不要他 他不会怎样 爱人 不要他 他会很伤心 这叫反了 所以 你修道半道 要拨乱反正 要端正你的思想 端正你的行为 要真正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既恭 活佛慈悲 老师看你的房间 贴满明星的照片 却没有贴爸爸妈妈的照片 也没有贴前嫌的照片 你看到明星 还会尖叫 爸爸妈妈养你 你看到都没有那么惊叹 这叫反了 这叫反了 修道 要走回正道 将你以往盲目的行为 稍微导正一下 既恭活佛慈悲 你有没有发觉 母亲瘦瘦的 儿子胖胖的 天下的母爱就是这样 把最好的都留给她儿子 希望修行的人也一样 把最好的留给后学 这老母亲老了 就要换儿子带她回家 父母亲辛苦把你养大 等到她老的时候 老师希望你不要抛弃她 或是把她送到养老院 要把她请到家里来供养 这叫饮水思源 叫报恩 太子师兄慈悲 现在每一个人的心 都还未稳定 有时候会犯一点错 但你是一个修道人 要知道什么是守礼 用礼来约束自己 你才不会犯错 不要觉得佛堂礼节很约束 让你觉得不自在 如果你遵守习惯了 就会觉得很习惯 所以从不习惯到慢慢习惯 让你人生走向正当的光明路 你的前途才会光明 曹国舅大仙慈悲 把阳祈修道给了你们很多的自由 可是你要懂得去自律 不喜欢人家要求你 那你就要要求自己 修道是自己的事 曹国舅大仙慈悲 修行就是这样子 从不知道 不可以 修改到可以 是不可以 含糊 混过关的 我们修行半道 不可以马马虎虎 虽然可以通全答辩 用不同的办法 来应变众生 但不能随便 无法则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自然的运行当中 还有一个规则 人人遵循法则而不乱 天地才能安康 蓝童师兄慈悲 人说谈恋爱的时候很沉迷 等结了婚的时候 才清醒 可是来不及了 所以都要认命 认命当中 你可以创造希望 修道办到了 你可以用方法 来改造你自己的家庭 用新的经营 用包容去经营 那么就减少了 很多麻烦的事情 不然 彼此个性都不一样 相处一辈子 不简单 是不是要有一方先包容 一方先体谅 这样家庭就能够和谐 光明的智慧 六 大学白话圣训选集 旭 天然古佛辞训 皇恩浩荡 好天网集 感谢维皇上帝悲鸣 赐令诸天仙佛 万仙菩萨 各处互持 大邦诸道 灵坛显化 白阳文运 大开科举 运文 运文猶如木骨城中 震荣起溃 紧醒 迷经之法药 以四无量心 精神感召 让无数众生 发心修办 上天暗调贤凉 锻炼奇葩 承接道迈心传 为既往开来 永续发展 天意垂向 一大势因缘 奇灾不可思议 神人社教 圣机死然 白阳如运 有迹可寻 世书圣训问世 耿彰显 道真 理真 天命真之尊贵 大学圣训一书 蕴含天人合一 如门心法则理 修身立业 内圣外王之功夫 圣则 深思熟虑的 智慧结晶 历久而迷心 圣贤之所以 明道历教者无他 亦在使人 各复其本位 论性了命 修真心正 落实生活之中 从而踏实安稳 让自在的真心 与内力 从根本处着手 涵养雍容正大的 生命理想 为自己定位 选择人生方向 无限深度的提升 诗心阴盘 凡立志于 尽得修业者 倡导言经思想 文化风气 善能理念 深入明心 因不遗余力 加以阐述 穷下功夫 不断提升 喜心敌律 六根清静 心性清明 明善复出 人人达呼此心 必能增长大智慧 无图时乃 肩负重责大任 曾既往开来学的 神圣使命 既是圣业 百年树人的历史文化 传承 就在其中而 但愿众爱徒 百尺甘头 更近一步 百川惠海 终归一元 圣灾圣灾 三生有幸 共相圣举 可喜可贺 大学之道 今已俊功 师心心畏 不同祭遇因缘 共沾法恩 成就殊胜 圆满功德 盼爱徒 念之在之 众善奉行 碎续 耕吟 祭冬 天然古佛